HELLO 大家好,我是Stanley 同一隊的村長林靜凱 在明星賽野手速球王的項目中 標出了150公里的速球 打破了上屆冠軍詹子賢的紀錄 排名時尚第一 很多人也開玩笑說他是被野手耽誤的投手 看到林靜凱投這麼快 參加明星賽的許多投手 甚至是洋將都被嚇了一大跳 像豪靖、德寶拉 都說他們很少看到野手可以上投手球多這麼快的 因此好像許多人產生了一個疑問 就是林靜凱 為何進職業之後不是當投手而是練野手呢? 今天的影片讓我們來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研究一下 為何師隊會把林靜凱放在野手的位置上 如果現在還來得及讓他當投手 對於同一世的幫助是否會更大呢? 首先要說回林靜凱的學生時期 他第一次披上國家隊戰袍 打中華隊是在國三參加亞洲青少棒錦標賽事 那時候林靜凱就是以投手身分入選的 在無償賽事中負擔兩場先發 以防御率0的優異成績拿下了防御旅王 也獲選為賽會最佳投手 後來他就進入了平陣 雖然多半以野手身分上場 但還是很長代班投手 投手教員羅劍敏也提過 林靜凱真的是天生好手 就算沒有進牛棚練投 還是可以投到140 有時候要他撐個兩三局也沒問題 很適合二刀流 雖然不是先發投手 但可以幫牛棚消化局數 甚至認為林靜凱的球質不輸古靈 而且對手碰到他會比較陌生 在特定比賽上場可以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 如果要說林靜凱高中當投手的代表作 那一定就是畢業前的王真志碑 他擔任桃園市的先發 對高雄市竹投舞局指掉一分的非自責 最快球速刷新剩下紀錄來到146公里 被劃下場之後持續以二壘手身分上陣 還轟出制勝的三分炮 帶領球隊拿下冠軍也順勢投入了選秀會 令人意外的是林靜凱當年在選秀會上的輪次並不理想 看著隊友戴白豐、古靈瑞陽、江坤玉在前三輪陸續被挑走 他卻等到了第六輪才獲得同一隊的指名 過往他受訪時也提過 那時候其實跟家人討論過 他們的建議是可以先去讀大學 但林靜凱自己卻堅定表示要先進職棒評看看 畢竟第六輪也還好 千月經不至於說完全沒有 希望能夠先進來卡一個位子 也算是拚一個機會 如果真的能夠拚到 那就真的是賺到了 現在回頭來看 林靜凱這個決定非常正確 而在第六輪選擇他的獅隊球探潘俊榮 也真的是會眼獨具 據瞭解當時林靜凱的輪次靠猴 最主要就是他的身材條件太劣勢 只有170公分高 在球探的眼中發展空間會受限 以打者來說雖然有力量 能夠把球轟出牆 但由於職棒是完全不同的層級 有可能因為身材劣勢 在這個層級會有比較大的落差 甚至無法展現出來 目前市隊的農場主管潘俊榮 在林靜凱學生時期就已經長期關注他 認為他最大的優勢就是守備 穩定且出色甚至會玩球 只是用守備組來看待他的話 輪次就不會用太前面選 直到第六輪發現他還在 那當然就把林靜凱給挑走了 除了守備天賦以外 林靜凱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能夠投球 所以潘俊榮也提過 假設林靜凱進來之後打擊無法展現 只能當守備組二雷替補的話 那就會考慮讓他往投手去走 畢竟他有球速、控球也不差 可以視為短局數中繼的人選 不過當時還在俄軍擔任投手教練的 冰總林月萍 被問到林靜凱該念投手還是野手 或甚至可以考慮嘗試二刀流時 他給出的建議是專職野手就好 他認為林靜凱協調性雖很好 但真的太小隻了 如果當投手一定是以牛棚為主 剩下可能就是三到五年而已 那與其這樣何不讓他當野手 未來性應該會更好 再者林靜凱的腳不靈活、守備範圍大 觀察力又好 會針對不同的打者去佔守衛 這樣的角色是很適合防守中線的 而這一塊也是師隊最缺乏的 專心當野手 對於他跟球隊來說都會是對的方向 而林靜凱自己對於當投手跟野手都不排斥 但對於野手的偏好會多一點 因為野手可以每一場都出賽 沒有打擊的時候也要下場守備 如果像投手不一定能夠場場上 只待在場下看比賽對他來說太煎惱了 因為他自己是屬於進不下來的個性 也正義如此 從進職業以來 師隊沒有嘗試讓他去二刀流 也一直把林靜凱 往野手的身分去培養 而在一開始的計畫中 球隊就有想要讓他加領有機 看重的就是他的守備能力 也希望能夠替他爭取更多的出賽機會 跟其他高中生不一樣 林靜凱雖然是高中畢業就進職棒 但心智上已經是很成熟的選手 二軍總教練劉宜成也說過 早在黃甘霖總教練在位時 他就建議過可以提早讓林靜凱上來一軍 雖然打擊的觀念還沒有那麼成熟 但他的守備已經是很會玩球了 不太需要再二軍磨練 而這總也在上半季打沒多久 就把這位菜鳥野手伸上了一軍 只可惜在賽前練習時 守備不小心踩到球了 導致左腳扭傷 直到下半季才回歸 這時總教練已經換成劉宜成了 他給予林靜凱非常多的上場機會 去補上二壘手無節瑞受傷的孔缺 也就此站穩了一軍舞台 雖然說失隊讓林靜凱專輯也所發展 但這幾年其實也給他不止一次上投手球的機會 現任年是在大比分落後的情況下 面對桃園登板 後援一局送出2K 就快球速來到141公里 賽後林靜凱還說因為怕受傷 只用了7分力投球 結果還能突破140 應該限下了一堆投手 出棒 好 追打這個偏高的壞球 讓打者是三陣出局 林靜凱這個半局雖然有掉分 不過不是擇失分 而且在他的投手 出登板的上面留下2K 格林隊兄弟同樣是大比分落後 林靜凱又上場中繼 這次只投了兩個打席 順利解決了吳東榮完成0.1局的投球任務 就快球速又突破 來到了142公里 目前的投球生涯 防禦率還是完美的0 今天打第一球 一二壘之間考驗陳從廷的 反應跟處理喔 沒有能夠手起來 所以要讓陳文傑上壘了 對 是失隊了 團隊這樣比賽的第四次了 游擊方向 吳東榮 這過去應該有看過 林靜凱投球喔 6傳3的自殺 結束了8局下半周姓兄弟的進攻 在這個範圍他們是啟用了野手 林靜凱來投球 抓到了最後一個出局數 比分籃是19比2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雖然大部分球迷都知道林靜凱能夠投球 球速也不慢 但應該很少人能夠想到 他居然可以投到150 這次明星賽因為詹子嫻確診 才讓他獲得地補上場的機會 結果第一球就追平了 剩下最速的146 再來147、150 均速來到147.6 真的像秉總說的 不簡單啦 150 NICE PLAY WOW WOW 林靜凱太優秀啦 他打破了上一屆詹子嫻的紀錄啦 哎呦喂啊 150啊 你們壓力大啦 明星隊這邊 但如果說回正題 既然林靜凱可以投這麼快 會不會練投手對詩隊的幫助反而更大呢 我是覺得完全不會 因為林靜凱現在已經是詩隊內野中 最不可或缺的那個角色 不管過去在二壘或現在到遊擊 他的守備價值都太高了 而他的打擊也不是真的弱到哪裡去 去年都有辦法把整季的打擊率維持在三成以上了 就算今年有下滑 球團對他的耐心也不會這麼低 如果把林靜凱拉去投手 多一個中繼可以用 就算他可以成為一軍級戰力 對詩隊而言也只是錦上天花 相對的失去了野手林靜凱 那詩隊應該只能拉回林祖傑來頂遊擊 因為他們暫時找不到隊上有哪一個人 是攻守居下的遊擊手 所以就像秉總說的 林靜凱還是好好當野手就好 甚至連偶爾上場投球可能都會有點擔心 萬一不小心受傷 那對於同一而言就損失慘重了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也跟我一樣 被林靜凱這次的訴求王表現嚇到了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閃力 也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是單眼的採訪生活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